我们都知道复活节,却对圣周五不太熟悉,这其实也是个宗教节日,这天基督徒会纪念耶稣基督被钉死受难的经历,世界各地基督徒庆祝这一节日的方法并不相同,有些地方还很极端,会真的把人钉在十字架上,一起看看吧,这些人模仿耶稣基督的经历,被钉在十字架上, 还有人围观拍照,虔诚的教徒们会模仿耶稣受难的全过程,比如用铁鞭子将后背抽的皮开肉绽,当地的天主教领袖曾公开反对这样的做法,卫生部官员也不认同这种自财的纪念方式,但虔诚的教徒们还是坚持这样做,以色列,这里的教徒们会扛着十字架在街头游行, 他们会举着十字架中走当年耶稣受难的苦路,每道一处都要诵经祈祷,有人将圣州五等同于犹太教的愉悦节,两者有很多相似之处,印度,这里也有信徒模仿耶稣,自愿背上沉重的十字架,虽然画面不像菲律宾那里那么血腥,但也有鞭打等环节, 信徒们还会到耶稣要向前忏悔,游行也是必要的环节之一,印度的基督教徒比较少,但在这个重要的节日,还是要热情庆祝,他们聚在一起喝牛奶,庆祝这些仪式, 英国演员,在广场上扮演耶稣,大概有20,000,多人聚集在这里,观看着历史性的一幕,西班牙,游行的拿撒勒派, Neserenos,戴着肩帽,很有特色,他们置脚上些游行,全程大约有,八,个小时,参与的人多达,四,000,个,德国,演员, Julian Knox,扮演耶稣,正在重演受难的一幕,大约有,100,名演员参与表演, 围观的人成千上万,伊索比亚,东正教徒聚集在教堂中庆祝,那些没来得及进入教堂的人就在门口的台阶上表达敬意, 巴勒斯坦,教徒们进入教堂祷告,虽然巴勒斯坦大部分国民是回教徒,也有,2%左右的民众是基督徒, 黎巴嫩,演员表演耶稣受难的场景,希腊,希腊牧师拿着十字架, 在,1587,年建立的修道院附近举行仪式,